好 来看到检方持续追查 金华城岸的金流疑点 那么这两天也提训了多位的被告 包含了省庆金 彭震生理清案情 好 你可以看到最新的画面 这是呢 收藻召家的柯文哲 也首度呢 被提训那么 画面当中可以看到 他是被上后带下球车 穿着黄色的球衣 跟所有的兽型人一样 都是戴上口罩 也因为北所规定 不能够佩戴金属框眼镜 所以在这个部分可以看到 今天呢 柯文哲他的眼睛 也换成了塑胶框这一副 那么北检上有9点多才提训 前台北市的副市长彭震生 而征讯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 稍早在1点20分左右 柯文哲也来到了这个现场 接下来北检还会有什么样的动作 也请大家持续的关注 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 设金华城币案遭击押 周刊报道 检方有掌握USB水声碟 里头有个关键 202221月1号 1500沈庆金 这1500是什么呢 好 柯文哲当天下午 在拜会基层里长 根本没有时间跟沈庆金来见面 而周刊继续加码的揭露 柯文哲下条子变迁 要产业局长怎么做都行 快就好 疑似在幕后下指导旗 那么现在检方也掌握了 柯文哲彭震生 两个人的关键对话 不排除有串口可能 柯文哲设金华城币案 揭秘USB内的1500 到底是时间还是金钱 2022年11月1号 柯文哲下午两点到五点 在大同区中正区拜会里长 时任民政局长蓝世聪也陪同 根本没时间跟审庆金见面 如果用这样子未经证实的证据资料 想要入柯文哲于罪 我们在这方面的这个回应的部分 我们就无法多做回应 1500不是见面时间 难道真是不法金流吧 靖周刊再度爆料 早在2021年 柯文哲明知多名议员 质询时反对金华城容积率放宽 却还是在金华城子公司 顶月公司的陈情书上下条子 给产业局长怎么做都行 快就好 公文往返 不如大家当面确认已花了两个月 疑似在幕后下指导棋 最辛苦最倒霉的 就是这些基层的公务人员 他们被迫赏关交代 一定要赶快尽速去审理这些案子 可是他们又迫于无奈 依法无据的时候 你怎么叫我处理 那你这样不是要我去入狱吗 靖周刊更揭露检方掌握的 彭震生跟柯文哲关键对话 今年初金华城案遭监察院纠正后 5月柯文哲要求 彭震生再度审视全案 彭震生回复收到也全部听一遍 主席都有征询各委员意见 杜发局以及申请单位 也都有详细答复 内容好像比纠正文更为真实 而三天后柯文哲回传讯息 既然是共事局就这样解释了 这段对话遭法院认定串供 是不是一个共换结构 是不是都有收取不当的一些利益的话 从整个公文书看起来是一个紧密的一个结构问题 今天开始又谣言满天飞了 请问这个报导是真的吗 如果没有被证实的事情 拜托一下 请大家不要变成拿来公审柯文哲 检方不排除柯文哲与彭震生串供 10号上午提讯彭震生 将根据他的供词 评估是否有必要将他转为污点证人 记者刘世伟 蔡平鸿台北厂报道 柯文哲事件造成了国民党内部产生有两派的氛围 像徐巧新等人是力挺司法不公 而游书会是挖出了金华城的内幕 时事评论员夏安斌说 当时选总统蓝白河 柯文哲牵流返回 造成了国民党对民众党不满 但是司法归司法 政治归政治 在立院蓝军就不打算 争取巴西的支持吗 很简单嘛 因为选举的时候 大家有在谈蓝白河 然后后来柯P都签了协议 然后又撕毁协议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蓝军当然很多人对柯P是非常不满 我们先不要管说柯P有没有收贿 可是在金华城这个事情上 确实包括我自己本身 我都在质疑 他为什么要这么积极介入这件事 所以这个对很多蓝军来讲的话 你真的会去相信柯P吗 所以对很多人来说 为什么要去帮他站台 甚至为什么要去力挺他 都会有很多人质疑 所以这也造成了很多蓝军的 党公职会觉得说是不是这个时候 还是不要太快站出来会比较好 那再加上也因为 就是这段时间包括钟小平 包括游淑惠 也一直在揭发爆料 甚至暗宁申告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就变成民众党其实 有很多人对国民党是极度不满 甚至一直把矛头都指向国民党 那这更会造成很多国民党的支持者 也觉得非常不满 那双方之间有裂痕 所以这都会变成说到最后 本来据说好几位都要去 结果到最后只有徐晓星的一个声明 跟萧续成一个人去而已 所以我想这就是造成很多这种 奇特氛围的出现的原因 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很重要 我觉得整个案子的重点就是司法归司法 政治归政治 现在很明确的摆在在野党眼前的就是 不管柯P这个司法会走到什么地方 请问一下在立法院 难道蓝军不打算争取民众党的支持吗 当然要 对啊 你如果不争取民众党的支持 那大概接下来就是在立法院 那大概也是一事无成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灶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